現在刺身於死龍路的十字路口 和昨晚的情況很不同 首先,警方為了不再有黑夜衝突事件發生 首先,加設了大光燈,射去延長 讓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另一方面,警方很聰明地把豬絨車封了路 於是,對面不太容易走過來 這邊的人不太容易走過去 甚至,以後怎樣罵他,怎樣喊他 那邊也看不到,看不到,聽不到 同樣地,那邊想說什麼,罵什麼,指什麼 那邊也看不到,沒有眼屎乾淨 這樣的設計,這樣的措施非常好 所以,估計今天晚上也未必有事發生